咖啡除了可以用來喝,提一提神 還可以幫你排一排毒,並且減走你身上的肥肉 近期在加拿大和台灣大熱的咖啡罐腸排毒減肥法 最近就殺到本港 遙發聲稱將精煮過的咖啡罐入大腸 就可以排毒排便 達至瘦身美容和通便的功效 網上更加湧現各類平價的DIY罐腸套裝 吸引大批要瘦身的OL 和有便秘困擾的人士搶救 他們將自己的家化身為排毒工場 自行在江門灌入咖啡到植腸洗腸排便 不過都是奉勸大家千萬不要亂試 首先市面上很多所謂的灌腸套裝 原來根本都沒有消毒,絕對不衛生 更加重要的是中台兩地都有人 曾經發生灌腸的時候衝破植腸 造成細菌感染或者發炎 甚至喪命的個案 最大問題是在不適當的處理下 你放進導管有機會傷及植腸的黏膜 嚴重的甚至可能會穿腸 另外如果這些器具不乾淨的 有機會會引致感染的 劉醫生又指灌腸期間整傷的植腸有可能要切除 那時就需要靠人工的造口排便 如果糞便流入腹腔更加會導致腹膜炎危及生命 真是越聽越驚心 所以說想瘦身排毒都是靠健康飲食和造口運動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